这是一条开往孟加拉首都打卡的火车 这条火车被人挤满 无论是车厢里 车顶上 还是车厢交接处 都站满了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又要去哪里呢 大家好 我是直瓜妹 这是孟加拉国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这里的人虽然很穷 但很喜欢朝拜 每年都会有600万人 流入首都打卡进行朝拜活动 大多数人出远门的唯一交通工具 就是火车 这里的火车并不是每天运行 所以当人们想去朝拜的时候 就会选择乘坐火车 从出发点到终点 仅仅200公里 但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那么在这里乘火车 需不需要买票呢 这个不一定 如果你选择买票 那就会有座位 但买票需要提前几个月预定 多余的座位就先到先得 往往车厢里都是塞满了人 这里的火车没有空调 往往会觉得非常闷热 但在他们眼里 或许早已经习惯了 这辆火车大约会经过15个靠站 最开始的一个站 车里就已经塞满了人 就连火车走到的角落里 都挤着四五个人 但此时还是相对轻松的 毕竟这才是第一个站 在火车上 想上厕所怎么办 必须在人群中挤着过去 这还算好 可当你来到厕所你会发现 厕所里外都住满了人 如果你想上厕所 就只能背对着他们 很多时候会弄脏自己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每当火车经过一个站台 火车上的乘客都会增加 这里的有80%的小孩 都被迫工作 来减轻家里的负担 在火车站售卖食物 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尽管火车里已经相当用截 只要能站人的地方 都站满了人 在这里 火车的除了坐票 其他都是站票 毕竟谁也不想蹲在车厢里 闻着前后左右 不经意间释放出来的气体吧 站着永远比坐着像 车厢里坐满了人不要紧 车顶这还可以坐 这时候 有些人就会选择买挂票 他们会以各种办法 爬上火车顶部 例如车厢交接处 车站里的栏杆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坐不到 这才第二个站台 车顶上就坐了不少人 如果到这儿 你就觉得很多人了 那么你对这些阿三来说 如同没出过城市的农村仔 火车缓缓出站 先往下一个靠站 挂票不需要花钱 还能看到沿途的风景 但危险程度肉眼可见 每经过一个桥底 他们都需要趴下躲避 如果你坐着喝水了 那很容易会有生命危险 坐火车的人并非都是去朝拜的 有些人为了生活 在火车顶部收卖食物 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用命换来的 还有些人单纯是为了坐火车 因为他们会觉得 这是一次旅行 其中有不少人会中途下车 例如这个阿三 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绝活 用手当安全带 用脚当刹车 轻松下车 这可能你就疑惑了 这里的火车究竟有多快 为何阿三会如此操作 其实也不过二三十码左右罢了 火车轨道上不仅堆满了垃圾 还经常站着许多人 火车长需要不停地按喇叭来提醒他们 火车长也是个人才 他需要有非常好的视力和注意力 因为火车的前挡风玻璃 唐年堆积着灰层 让他难以看清前方的信号 即使戴着眼镜打辅助 也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 因为这里的人总是横穿铁路 如果火车长紧急刹车 会导致车顶上几千阿三翻车 这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事故 每次列车长遇到横穿铁路的人 都不会刹车 火车顶部大多数的人 每天都无所事事 例如这群孩子 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并不想去工作 每天四处游荡 生死为命 他们也知道 如果在火车上跌倒出了意外 没人会管照顾他们 落在地上 狗会在旁边吃掉他们 最终成为狗粮 对于孩子的这番自述 我觉得可悲又可恨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其实在火车上 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目的 坐火车只是他们的 当做旅游的过程 一路上欣赏沿途的风景 火车行驶过程中 往往会喷出大量的黑烟 黑烟有毒 对人体健康无力 尽管有危险和浓烟 但他们依旧喜欢旅行和坐快车 当火车来到第三个口站 这里的人们 开始变得更疯狂 这时候车门和车窗 只要有手能拉得住的地方 都占人了 被挤出车门外的人 就开始维护自己的位置 与其他人开始争执 这两个人在吵架 不知道中间这大哥是啥感受 此时车厢已经坐马 他们的目的 不再是往车厢里挤 而是往车顶上爬 这时候就有一些聪明的商贩 开始在混乱的环境中赚钱 他们将梯子出租 每个人收取五块钱 有了这把梯子 没买火车票的人们 就可以爬上车顶了 但这需要付租梯子的费用 这五块钱的梯子费 比火车票便宜得多 租梯子的人是一大把 但火车顶的空间有限 租了梯子 却找不到位置的人 会问商贩 退回五块钱梯子费 如此混乱的环境 当地政府或者警察不管吗 晚 当火车鸣笛的时候 仍然有不少人围着火车 这时候警察开始介入 他会要求还没上车的人们 离开火车 更可悲的是 警察认为的不是混乱 其实这些人都是有纪律的 火车缓缓开动 仍然有不少人爬上火车 此时的火车顶部 已经占满了人 尽管如此 仍然还有人不死心 想拼最后一刻 爬上火车的机会 阿三 别追了 错过了就错过了 我们等下一辆好吗 他们为何如此热中坐火车 虽然有些人是为了当错场旅行 但更多的人是为了到首都达卡 进行朝拜 每年都会有六百多万人 来到这里进行朝拜 这脏乱的路上 放眼望去都是人 在这人潮汹涌的街头 有一种压抑感 这里的人可以放弃一切 来追求精神满足 这或许是宗教的信仰 但不可否认 这也成为了阻碍发展的某种原因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关注吃瓜妹 带你看更多优质纪录片